國內疫情升溫 為了提高確診者疫調足跡的準確度 防疫單位和警方合作 將原本用來抓嫌犯的雲農系統 應用在疫調當中 只要輸入特定的車牌號碼 就能夠搜尋 並且掌握車輛的行蹤 也讓確診者去過的地方 無所遁形 跨年夜當天有自主健康管理者 違規外出參加五月天演唱會 被俗稱天網的電子 圍離二點零 逮個正著 而現在國內疫情升溫 為了提高確診者疫調足跡的準確度 其實來配合警方的一套雲農系統 來進一步追查 走進勤務中心 一整片監視器影像 原警掌握道路及時情況 不只如此 許多警局早與總法電信合作 整合車牌辨識和行車軌跡追蹤系統 只要輸入車牌號碼系統 就會自動搜尋 各個監視器上立刻就會出現 車輛到過的紀錄點 讓警方一下子就能掌握行車路線 原本被用來追蹤嫌犯軌跡的這套系統 現在還多方應用作為防疫力氣 另外這套系統也曾經和教育局合作 稽查接送學幼童車輛的安全 如今政府在把系統應用在確診者的疫調中 要讓他們去過的足跡無所遁形 記者 傳訊陳鮮榮 清北報導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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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安